一位在澳洲雪梨住的朋友,趙佐榮先生,跟我分享了一個關於澳洲新龍大火的短訊 我先導給大家聽聽 他就說,謝謝各位世界各地的校友,趙佐榮是中大的校友 他說,你們好,你們為澳洲的天災祈禱,神已經聽到了,而且賜下甘露,多謝大家 雪梨的氣溫和空氣質量令人舒服了很多,感恩之餘也感慨良多,而且一言難盡 記得差不多20多年前,主流媒體一直提醒澳洲的執政者,必須根治森林大火 但誰都知道,暫時根本沒有根治的方法 唯一可行就是做好預防的措施,定期在樹叢和臨居之間 提前消費一些灌木林之類的綠帶,即英文所謂back burning 直至隔離和減低樹叢和樹叢之間的密度,同時開闢一個救火的通道 以便一旦發生火警時,盡可能控制山火蔓延到另一個臨區 可惜澳洲一些名還不靈的政黨,不時以為環保為理由,反對這些預防的 森林大火的有效措施 即使同意了,也都不時強調林區之間的隔離區域,不應該太過寬敞 否則會摧毀大自然和森林之間的野生動物,他們陣陣有詞 在國會便領時,好像忘記了澳洲山火的特點,火城風勢所造成的災難 歷歷在目 幾年前,維多利亞省幾個消防員在新龍大火之中撞身火海,記憶猶身 今天,雪梨附近的災區,十多年前,也同樣受到觸容的干顧 數以億萬計的野生動物,財物灰飛煙滅,失去家園和親人的災物 他們的悲傷、憤怒和哀痛,告訴大家,生靈獨大莫恥為深 災難的松林,卻沒有提醒別人的反思 難怪天災和人禍永遠在一起 要是澳洲的政客不改這邊的態度的話 相信永不到十年的光景,同樣的災難又會發生 這次神好像很晚才回應我們的討告 然而只要仔細想像,神始終在我們身邊和我們同行 在這個等待的時間,神是否提醒我們 不必做好防禦工作,從此倒絕防眉 信祝大家,主人常在,身體健康 趙佐榮,2020年1月7日 很感謝趙先生這封以眾深秦的信 其實這裏他提到天災人禍兩回事 那到底森林大火是天災還是人禍? 我覺得有時一個政府,我想我講了幾次 一個政府對人民應該有三個責任 第一,保證人民可以在管治之下可以自由發揮自己的長處 人人人都可以做他們喜歡做的事 第二,要對那些不幸人群或者貧窮人群做一定的保護工作 讓他們不至於生活太過不能忍受 第三,要盡量防止人禍 天災很難,天災是天災,人禍政府是有責任保護人物 不受人禍之害 人禍之害有很多部分 一部分當然就是自己管治地居的治安問題 治安是人禍問題,如果有人搶劫殺戮 這些全部都是人禍來的 或者國與國之間,防止自己國家參加任何戰爭 保護好自己的國民 不要被其他外國的軍隊騷擾之類 另外,亦都好像今次在澳洲發生的山林大火 山林大火其實亦都可以說是人禍 如果中間隔火的通道是夠闊 而在災情一起的時候 馬上派出足夠的人力物來 把火種馬上撲滅 如果火沒有蔓延開來的話 再影響它大,那個幅度可以減少 另外,這件事我需要做的就是 很多這些火是人為的 是有人在放火的 這種人為的事,一定要嚴懲 因為這個傷害 不只是財物的傷害 很多時候都是人命 以及各種動物的死亡傷害 這次澳洲大火 到目前估計 燒死的動物 接近五千萬 接近五千萬 半億左右 這個非常大 說什麼愛護動物 所以不要開那個闊的防火牆 一場大火 你所動物的損失 遠比你開一個比較闊的防火牆 可以抵消到 而本來這些收藍大火 在沒有氣候 全球的氣候 改變情況之下 可能是十年一遇 可能是二十年一遇 或者五十年一遇 天氣 沒辦法 天氣可能是二十年一遇 但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全球的氣溫 因為人類大量的燃燒 化石燃料 放了大量的氧化 在我們空氣之中 形成了一個 差不多幫地球 蓋了一張皮 這張皮燒 熱了 熱了之後 海水溫度上升 海水溫度上升 自然蒸發大了 蒸發大了 因此 引致空氣氣候的現象 也強烈了 當這些 潮濕的空氣 變成水溫度下降 它會釋放出它的潛熱 這個潛熱 這個熱 就會推動風 因此 現在我們所見到的 風 比二十年前 普遍大了 而以前 可能是二十年 五十年一見 巨型大風 大風現象 現在可能五年一見 或者兩年三年一見 好像這些 森林大火 在South Wales 我先跟大家報告過 上一次大的 是1974年 1974年 再下一個 1984年 相隔大了 十年 接著隔了一段 比較長時間 去到現在 2019年 又來一次大火 但是 這個是Nusall Wales 如果我們再看大一點 麥爾本 五年前 有一次很大型的火災 正如這封信 也有很多消防員 死於舊火之中 今次的大火 一樣有消防員 喪生的 這些 是人禍還是天災 如果大家看 怎麼看 如果大家看 從大環境來說 這個其實是人禍的部分 天然天然 當然有影響 三十幾個月 不夠雨量 落水 落雨少 自然就是會 那些植物 乾敷 在這種情況之下 能夠預早 做防禦措施 燒了它 在可控範圍之內 小小小小小的燒 燒一個闊的地方 讓火不能夠跨過去 那你便可以感受到這次的大傷亡 其實這些全部是要丟資源下去的 政府是有責任的 這些政府是有責任的 所以有時 要被 天災 其實可以用人為方法 拉回去 比如中國 中國的黃河 一向被認為是中國的悲哀之河 River of Sorrow 因為黃河流過黃土高原 因此衝落很多黃土 帶著黃土自然就會在河床裡累積 因此河床變淺 河床變淺之後 如果在上游地方有個大的落雨的事件 或者有一個冬天的時候所形成的 所謂Ice Dam 即是雪造成一個水壩形式的東西 當這個水壩衝斷的時候 因為慢慢變暖 天氣由冬天去到春天去到夏天 溫度變暖 那水壩的冰壩就溶解 溶解了大量的水一次過衝下來 如果當時沒有事先做定 將河床清理的話 一大批水過來就會超過堤壩 因此就會造成泛濫 黃河不停在這件事發生 要改不改得到 改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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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辦法 就是利用現在的高科技 去觀察在上游的冰壩 在冬天跌成的水壩 及早在他們未曾 是完全積累很多水之前 將它炸播它 讓它可以解除 一段段來做 不要讓他們一次過 全部一起霸形成一大的水流 這是一個辦法 第二當然就是疏到寒到 盡量把河床裡的魚泥 盡量清理走 這是不容易做的事 因為在黃土高原出來的魚泥有很多 所以第三個更好的辦法 就是在黃土高原裡面 將黃土用植物蓋蓋 放滿植物 放滿植物之後 那些魚泥下來 衝不走 但是 雞和雞蛋問題 黃土高原會沒有了 植背 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 當然是 人類在那個地方 太過 放牧太多 將牛羊 將所有的東西吃光 吃乾淨 乾突突 也因此沒有辦法凝聚水氣 因此的乾旱 但是 中國人做到了 在黃土高原 現在已經綠化了 綠化之後 今天的黃河 不再是黃色 清澈可見 就是說 本來是天災 地球環境 因為那些氣候的原因 現在可以人力改變 同樣 在澳洲這裏 這個我們知道 森林大火是澳洲一個常見的問題 在 這裏的歷史裏面 在白人未來這裏移居之前 澳洲土著已經心鳴此道 澳洲土著利用back burning 一直都好好的控制住澳洲這裏的山火形勢 另外就是 澳洲有些植物 一定要經過火燒才能夠重生 他們那些 果實 就是 跌落裡的果實 準備要 可以變成第二棵植物的果實 是要經過火燒才能夠爆開 爆開之後才能夠重生 這個其實就是換句話說 在這裏 利用火來控制火 已經做了幾千年 澳洲政府現在應該重新 向這些土著學習 怎麼可以好好地把澳洲這個環境的山火控制住 不要幾年搞一件大事 幾年前在Victoria 圍省 今年在圍省和新南威斯之間 其實這個不需要 到目前為止 已經知道燒了的屋超過600間 損失已經超過60億 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澳元 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所以其實 在預早 拿幾億元出來 這些問題可以好好解決 其實 希望澳洲政府可以聽到 不知道才能聽到 也很感謝趙兄關懷澳洲事件 他也關懷中文大學 所以將來有些消息 趙兄傳過來給我的話 我很樂意幫他傳播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多謝趙兄 拜拜